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一年多 中国多挫并举稳步推进 2025年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性目标 中国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 与世界其他著名自贸港有哪些一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芙林 日前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做出深度解读 不同在哪里 首先时代背景不同了 我们是在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格局下建设的自由贸易港 所以就把自由贸易港放在了整个区域发展 全球发展以及中国国内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上来思考了 池芙林指出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要突出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比如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来建设自由贸易港 这使得和其他自由贸易港有根本性的区别 当下海南正处于自贸港建设初期仍存在一些挑战 在池芙林看来如果海南的地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能够充分发挥 自贸港的发展后劲就相当大 不仅要看到前期3.5万平方公里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 有一定的艰巨性 有一定的困难 更要看到它的资源优势 更要它看到的未来的产业发展的回旋一地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同时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池芙林认为中国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 当前在多个领域可和东盟乃至全球展开更广泛合作 比如建立区域的一些商品市场 比如建立区域的各类要素市场 比如建立区域的云材交流市场 这些等等 它使得海南自由贸易港 在中国连接东盟上扮演一种战略性的 特殊的一个角色 如果海南和东盟能够建立一个区域的一个大市场 成为中国大市场连接东盟的战略枢纽 交汇点 那么它就会引来全球投资者的关注 池芙林认为 海南建设自贸港要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等自贸港的成功经验 比如说在制度安排上 我想我们有很多需要借鉴的 像新加坡居住有区物 就是这个组屋计划 再比如它各类高校的法定机构 对我们行政体制改革有重要的作用 再比如它各种专业性的立法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研究不仅它的开放政策 而且跟这种开放政策 直接相关的这种一些相关的制度安排 池芙林说 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篇着眼未来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发展的大文章 要防止急功近利 盲目乐观的倾向 海南若能找准定位 在连接东盟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当中 扮演好特殊的战略角色 就能逐步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自贸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